口水多過浪花 老友記時間 今日的老友記是 鄭欣賢 Hello 大家好 是否之前有想過 你真的不唱 是的 我也是 簽了現在這間 阿蕭定一先生這間公司未簽 那時候還未簽 還未遇到蕭定一 那時候好像卡住在一個位置 我已經看不到前路應該怎樣走 灰到這樣 因為我覺得卡住在一個高不承低不就的地方 又沒有什麼計劃 因為自己不敢去做任何計劃 其實已經找了工作 離開這行嗎 完全離開這行 沒有人知道的嗎 可以的 做市場 在說多久的事 因為不久前 我們有訪問過 你受到你媽媽 你受到你媽媽之前 嚇死人 13年打算不做 是 13年 即是完了TVB 完了 其實我沒有簽過TVB TVB那時候拍劇 逐個工作計 走去做市場 對 完全打算不再做這一行 然後跟家人和朋友說 其實我已經找了工作了 是不是跟阿彤抽官 我反而沒有跟阿彤 我反而沒有跟阿彤 沒有跟阿彤說 因為他要拍靚聲王 對 然後所有朋友和家人都跟我說 無論你作出什麼決定 我們都會支持你 但是你不唱歌浪費了 我能夠簽蕭定一之後 我就跟自己說 不要管這些控制不了的事情 我覺得你多開心 就是我看到這個訪問 是最壞的 不要罵他 初老頭硬到小 其實你喜歡人叫你Joyce 因為欣怡在某個程度上 以前一個人給你的包袱 又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我常常覺得 我覺得鄭欣怡這個角色 是媒體或網民切給我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Joyce才是最真正的自己 所以今次 其實我接下來五月尾就會出自己的一張大碟 簽了這間公司之後 也是我人生之中第一張Self-titled album 叫做Joyce 用回自己的名字 可以叫你欣怡 其實可以的 可以的 我記得了 是媽媽改的Joyce 那女兒改什麼呢 是不是Joyce 是嗎 有提議嗎 我有問他為什麼叫我Joyce 我以為是有些很深奧的意思 可能他是很想我做一個很開心很快樂的一個寶寶 其實不是吧 原來他是喜歡購物 是的 喜歡那間Joyce 是的 他說差點點叫我Chanel 但是他身邊很多朋友疼他 Y愛疼他 不是問他拿歌 我沒有聽過 給你一首歌 哪裡有的 其實 因為女神這首歌是比較特別的 有一次我們三個 我跟Y和Alfred吃飯 然後Y就 又有他 又有他 然後Y就跟我說 Joyce 我要把你變成一個女神 然後我還說 你神經病 那是許廷亨說什麼 許廷亨說什麼 嘩 嘩 然後我就跟Y說 你說笑什麼 然後Y就很認真地跟我說 我已經想了第一句歌詞 你找人幫你作曲 然後我就 OK 這一句歌詞就是 不要低頭 光環會掉下落 這樣 其實最初是Alfred幫我作曲 因為Y就 他接著之後那句就是 就我們兩個做一首歌給你 Alfred你寫 兩個疼愛你的人寫一首歌給你 喔 但是 但是 因為Alfred寫 他第二天馬上交到歌給我 但只是他才可以唱到 很激昂的那些 我是不懂得拉麥克風的 所以就拒絕了他 然後就找了阿邦邦 喔 真的 不懂ên pozw 已經 到 回來了 最後